嗨大家好,我是小帆 我现在在甘肃嘉鱼关市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嘉鱼关的城市博物馆 这里面有关于这座城市最原始的记忆 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下 这里就是嘉鱼关的城市博物馆了 主体是一座半圆柱形的建筑 看到前面那个蓝色的牌子了吗 评身份证和预约码可以领取一张免费的门票 就是这样的一张免费的参观卷 虽然有点麻烦 但是很有仪式感的 今天来这里 想带大家看一下这座城市以前的样子 因为这里有一个嘉鱼关的超级文和友 进来后 首先可以看到一个图片展的展厅 墙壁上的图片是嘉鱼关市最新的发展成就 不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环境都非常的好 这个在上一期视频中已经和大家分享了 不过这座城市能有今天的成就 那可是经过了好几代冷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年嘉鱼关市是因为发现了铁矿 而发展起来的一座能源城市 但是你们知道吗 当进铁山矿在1955年被发现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太薄弱了 要开发这样一座铁矿山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太难了 直到三年后的1958年国家才成立了九泉钢铁集团 但是一号高炉自从投产后就从来没有生产出过一块钢 一直都是有铁无钢 直到1985年12月24日 九钢终于出钢了 整整27年才生产出第一块钢 可见当时我们中国的工业水平有多低了 那个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机器都得靠进口 一旦能够自己生产出来了 都可以开心好几年 现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当年生产建设的珍贵资料 有很多老照片 记录了当年生产建设的情况 还有一些老物件 都是当时人们生产生活中使用过的 以及一些还原出来的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 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当年生活的艰辛 比如这个地窝子 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在沙漠化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简陋的居住方式 要在地面以下挖约一米深的坑 形状呈四方形 面积大概两三平米吧 然后四周用土胚雷起半米高的矮墙 顶上放几根船子 再搭上树枝编成的筏子 然后再用树叶泥巴盖顶 这样就可以抵御风沙了 并且还能实现冬暖夏凉 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通风性比较差 从这个低窝子就能看出 当年这里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 好在经过了一两代人的努力 到了七八十年代 当地人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了 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厅 展示的是七八十年代 普通人家的生活环境 这一间是夫妻两人的卧室 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家人的生活条件还不错 墙壁上挂了好多挂立画 这个小女孩的土画好像小时候见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啊 这边是老奶奶的房间 说真的我刚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 感觉就和真人一样 眼睛像是在看着你呢 这里是院子 两个小孩在玩斗技游戏 这个我小时候也玩过 你们玩过吗 然后这边是放鞭炮的场景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过年 和小说里的场景多像啊 这里能找到满满的童年回忆 比如打爆米花的炉子 还有卖棉花糖的机器 以及这个卖雪糕的箱子 真的感觉像是在逛长沙的超级文和友 全都是上世纪的记忆 这里还收集了很多特别的小物件 比如这些糖纸 很多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我见过的只有这个泡泡糖 还有这个大白兔 其他的我居然都没有见过 你们见过吗 这些是以前的香烟的烟镖 好多品牌现在也都没有了 旁边是唱片机和老式的收音机 这个应该是六七十年代的物品吧 然后这个是小霸王学习机 有多少人是打着学习的旗号玩游戏的 敢不敢举个手来看看 这个博物馆真的很值得来看看 里面收藏了很多的老物件 各个年代的物品都有 比较完整的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来鲨鱼馆旅游的话 这个城市博物馆一定要来逛一逛 真的就跟逛超级文和友一样一样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明天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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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